走到撒上树叶移到到排湾煮美食 即将登场的不是一场传统婚礼 而是大社部落在家自学唯一的毕业生 拉蒙散别出心裁的毕业典礼 各科的自学老师们跟毕业生陆续进场 他们用诗歌祷告进行感恩礼拜 妈妈也为他戴上象征成年的耳环 是孩子长大了 必须守节 这一带上去就象征 她是一个真女人 特别在男女之情 她必须保守她自己的身体 保守她的心怀意念 谢谢你们来参加 获得毕业典礼 希望去面对 还有聆听 有话要跟我们说的人 我看到就是学校教育 生活教育 社会教育 家庭教育 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希望你们这样的自学可以继续下去 虽然外面那些长者都有很多 那个不友善的言论这样子 然后我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这样子 莫拉克风灾后似乎大赦居民选择回到部落重建家园 其中两户人家三个孩子选择申请在家自学 自学老师们义务性的帮孩子上课 减轻家长负担 虽然他们在家自学一直不被外界看好 但他们仍会坚持的走下去 武动坚持孩子要在母体文化跟大自然环境下成长 那是一般教育无法给予的 看到他们独立自主思考与表达能力的提升 他们说相信时间能证明他们的坚持是对的 记者各社屏东三地门采访报道